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开始 被隔离起来的丧男 竟然被白衣男叫了出去 假发老头说他肯定会被利用的 果然白衣男的话很明确 让他出来可以 但是要做最危险的事情 毕竟你是主角 而且有无限自愈能力 还有 就是希望他去把十四楼 把会制造盾牌的大叔带过来 大叔这边本想一枪干掉怪大婶变异的胚胎 可是 他想起怪大婶曾说过 如果自己变异就干掉自己 大叔却说 他一定是下不了手的 于是此刻 他关上了厕所的门 放弃了处决他的黄金时间 拿到钥匙后的疤痕男 强行拆开了上楼的大门 上楼打算使用钥匙 白衣男把桑南叫来 吩咐他 主要是救大叔 其次才是孩子们 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放弃孩子们 这个人好狠心呢 一开始没看出来 但是男主为什么要听他的呢 白衣男是个高手 高智商罪犯 他竟然几乎已经猜透 藏男只要意志力坚定 就能对抗变异 他会成为我们最好的武器 近击的巨人济视感 白衣男为什么知道这么多呢 壮姐非常瞧不起白衣男的做法 还有就是 其实当时投反对的票数占大多数 他制作的反对票 完全没派上用场 这家伙真是有些深不可测 他还说自己之前看到过一篇博客 关于末日的记载 上面文章记录着 这些不是疾病 而是诅咒 巧合的是 这篇博客 壮姐也在老公的平板上看到过 上楼过程中 桑南突然一化了 叫嚣着要去抓怪物 打开了一扇门 幸好被八恒男给打醒了 但是自己却被抓走了 这时 一个快速怪出现 肉眼几乎无法看清他的行动 还好 一个女孩用弓箭射跑了他 没想到八恒男被怪物拖走后 并没有被杀 女孩是个护工 我们就叫他护妹 老头子头发花白 咱们就叫他花叔 和护妹花叔就走八恒男后 怪物身边安静地躺着一本 他生前的日记 原来 这个怪物生前因为没有抓住自己儿子的手 导致儿子失去了生命 所以他一直带着这个执念 变成了一个长手怪物 可能刚才 他以为八恒男是儿子吧 所以把他给抓走了 编剧抄得很细节呀 变身需要执念也抄过来了 给你点赞 八恒男是个非常不愿相信别人的人 醒来后直接就走 不愿意接受更多治疗 只剩下丧男需要治疗时 花叔敏锐察觉到 丧男已经变化 拿起了弓箭 然后亲眼看到他的伤口愈合好 他要求丧男滚出房间 可是丧男刚转身 他就笑了 其实刚才他只是开了一个小玩笑而已 听说丧男需要帮手 他提出了帮忙 毕竟自己也没有多少日子了 此刻的隔离室里 假发的妻子 背着一把刀 恶狠狠地盯着丈夫 假发老头是个窝囊废 对别人艰酸刻薄 对老婆打骂更是家常便饭 他特地来表示 如果变成怪物才杀了他 自己会很委屈 也就是说 他一直很想亲手宰了丈夫 退出来的时候 暗处的焦带男 询问了大妈关于巴恒男的去向 得知他上了楼 焦带男一下子歇斯底里起来 看来 要是能打开的地方 肯定有很多对自己不利的物品 巴恒男各种翻箱倒柜 终于找到了一个房间 这里是一个暗室 上面挂满了一个小女孩 各种被伤害 虐打 捆绑和浑身是伤的照片 焦带男这个畜生 原来是假借着志愿者的名义 去实施他的虐童计划 终于是被巴恒男找到了证据 另一边 丧男他们终于回到了大叔的房间 撞击使用了验韵棒 果然显示 已有身孕 大家也终于把床单印上了求救的信号 焦带男知道自己的秘密快要暴露 为了出去 他割伤了自己 为的就是证明自己没有变异 不存在自动恢复的能力 所以众人把他放了出去 大家都在跟他各种搭话 而他却神色慌张地离开 这家伙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 所以拿出了自己以前作案用的锤子 而巴恒男也抱走着赶过来 手机恰巧掉落 焦带男先下手为强 偷袭了巴恒男 结果力量点实在太弱 巴恒男防御力为零 都没有造成伤害 反而被空手夺下了锤子 接下来是巴恒男的暴虐舞台 巴恒男抡起锤子 开始狂扁焦带男 焦带男还污蔑他是杀人犯 跟其他人寻求支援 却没人赶上前 这期间插入了一个其他记忆 也是一个变态干了坏事后 竟然仅仅只被判了缓刑的画面 这个故事和巴恒男的过去有关系 咱们先暂时不去追究 随后 巴恒男一锤接一锤 砸烂了焦带男的脸 然后 他竟然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 把焦带男拖到了下着雨的门外 对长蛇怪进行了投卫 自己慢慢走了回来 已经非常虚弱的他 却还想着铁门关上 牧师阻止了他 这个自带圣光暴的男人 就是那么有魅力 无愧为本剧人气角色第一名 原来 刚才巴恒男不仅知道回来关门 还把封大婶的女儿和冰哥哥的尸体都带回来了 可想而知 巴恒男是个非常善良的好人 一日 压抑了许久的封大婶 情绪终于得以释放 抱着梁姐弟痛哭流涕 这三人大概在末日中 彼此都有了依靠吧 众人找了一个房间 掩埋了那些遇难者 花叔为冰哥哥致以军礼 缅怀了他 瘫痪大叔下来后 被安排了新的制造任务 丧男也被红衣眼镜哥安排执行新的任务 长蛇怪 开心地吸食着焦带男的血液 接下来是关于巴恒男的故事 他小时候因为被眼前之人故意纵毁 父亲被当场烧死 也导致他严重烧伤 巴恒男等了仅仅一年不到 就等到此人出狱 只为知道他纵火的理由 他回答说是为了好玩 警告巴恒男不要再来找自己 我已经受到惩罚了 看到眼前之人如此嚣张 既然没有正义 那么就让自己来执行正义 巴恒男毫不留情地将一把匕首 刺入了眼前之人的脖子里 交代男杀害的小女孩的父亲 也是慕名来找到了他 穷困潦倒的他拿出了所有的钱 只求巴恒男能帮助他行使正义 女儿现在完全不知所踪 而那个畜生却能逍遥法外 所有的一切都连上了 巴恒男当初给交代男看的手机上 就是女孩的照片 钥匙上的挂坠 其实也是小女孩的 护妹正在为他治疗着 这家伙却本能地掐住护妹脖子 让他离开 这让妹子的哮喘病都放了 大吸了一口药 巴恒男醒来后 风大闪过来特意感谢了他 巴恒男却到目的 将小女孩的钥匙练埋了进去 牧师特地过来 把手机还给了巴恒男 也是因为手机里的短信 他才知道巴恒男是个好人 所以他希望巴恒男能留下 紧接着 小辈发生了变异 被大家齐心协力关到了陷阱里 编剧你乱搞吧 这剧里真的没有女主角 芭蕾妹给大家鼓了掌 嘲讽了他们一番 然后离开 原来这是一场演习 编剧我去年买了个表 壮姐一个人戴着斧子 竟然劈开锁着的地下室 进去了一趟 回忆起了今年六月的时候 她和丈夫聊天 问起她开博客的事情 丈夫却突然顾左右而言她 然后把平板放到了抽屉里 红衣看到壮姐回来 觉得她心不在此 提出要她离开 没想到壮姐竟然没有遇到怪物 骑着花叔的摩托车安全离开 当然 钥匙其实是红衣跟花叔要的 牧师不仅能度得了人的灵魂 竟然也能让八恒男加入到集体中 接下来是红衣制定的关于守护家园的准则 一 凉凉组队 如有一场 马上汇报 二 一天一餐 仅提供既定饭量 三 每天晚八点 全体确认体温 终于 丧男回来了 原来之前的任务 是让她到楼上搜集电池 还有一些大家原本的物品 丧男都全部完成 然后回到了隔离室中 真是个好孩子 那你作为男主的威严呢 癱瘓大叔替丧男感到不值 明明他可以当老大 却便宜了红衣男 于是 他向红衣男提出不再隔离他 但被驳回 虽然丧男是个好人 但是仍然担心他会随时变异 一日 丧男又执行了新的任务 给大楼里每一处走廊拉上了铁线 他拼了命为大家取回他们各自的物品 却遭遇了快速怪的攻击 但是楼下的这些家伙 真是没良心 有人心疼丧男 有人却说 反正他又死不了 再重的伤 睡一觉就会好 这时 大楼内部出现了一只满身是毛的怪物 假发妻子一看 就认出这是假发老头 因为这家伙 没啥头发 所以就对长头发很有执念 于是变成了长毛怪 假发妻子决定亲手解决掉丈夫 处刑之前 假发给老婆留下了遗言 妻子含泪干掉了丈夫 正好丧男也在这时回来了 看到假发的遭遇 另一个人格暗示他 这就是自己未来的下场 实际上 假发临死前 对老婆说了一句对不起 这么多年来 才说出这句话 让他很是难过 之后 壮姐来到了目的地 回忆起去年7月的事情 找到了丈夫留下的电脑 从中得知了怪物变异的信息 原来 一切都是因为人类做的再生实验 实验者如果可以抵抗第二人格超过15天 就会成为超级实验者 丧男就是这样的人 下一章中 丧男在地下室遇到一个蜘蛛怪 情况非常危险 众人也放下对丧男的戒备 全部前来救援 我们下章再见分享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 请点赞和关注吧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节目更新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